歐美國家有部分的企業 實驗週休三日的可行性 結果發現這不但是會增加公司的收益 而且還可以降低員工的疲倦 壓力還有離職情況 國內勞團就認為了 政府可以補助部分企業 來嘗試辦理 不過商總主席賴正義就認為 週休三日會造成企業端的成本上揚 無法提升企業競爭力 所以不建議失敗 近幾年不少歐美國家部分企業 都在試辦為期半年的週休三日實驗 每週以原本八成的工時 換取百分百的工作效能 薪資也不變 外界關注臺灣會不會跟進 試辦週休三日 以英國為例 去年有六十一家公司 大約兩千九百名員工 參加週休三日的實驗 實驗期間和往年同期相比 平均收益增加三成五 有百分之七十一的員工 感覺倦怠程度下降 百分之三十九的員工 覺得壓力獲得緩解 參與實驗公司有高達九成二 願意繼續實施週休三日 對臺灣試辦週休三日的可行性 全國商總主席賴正義指出 企業經營成本上揚 無助提升競爭力 我們建議政府應該來仿效 西班牙的方式 然後透過政策工具 然後對企業的一個薪資補貼 來鼓勵企業 實施週休三日 一個禮拜 週休三日 這個可能性本來就存在 而且各行各業都可以用 但是這樣的一個工作形態 是不是每一個工作的職位 或每一個公司裡面的工作職位 都適用 那這個部分可能要看 提升企業收益也降低員工疲倦 和離職狀況 比起試辦週休三日 專家認為增加工時的自主性 加上政策優因 臺灣才能跟上歐美腳步 記者郭俊麟報導